我是那鱼吸血鬼 不会老 不会丑 却被做暴改化妆室的前女友冷嘲 谈过 原先长得丑 分了 专业人士 亲密关系 他几乎实锤了我整容的事 筹备许久的电影 被换了角色 调了许多奢侈品代言 我的演艺事业一蹶不振 无奈 我只能接下直播综艺 自证清白 曝光我家的城堡 以及众议混血的妈 中俄混血的爸 与此同时 又赶上金牌编剧接受采访 之前有人问 灿烂 这部电影的男主有没有原型 有的 正在追 他之前谈了一个耽误了几年 最近暴改火遍了整个网络和娱乐圈 网红化妆师 那一手出神入化的捏脸技术 让人叹为观止 底下的网友开始搞事情了 粉丝们都还是注意这点吧 跟视频里暴改后 同类型的男艺人 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每天都凌晨三点 爬起来捏脸化妆 很难不怀疑 你在指名道姓某吸血鬼王子 好巧不巧 本人就是娱乐圈内出了名的皮相男艺人 三国混血 出道后一直被称为东方吸血鬼王子 只此一款 连净品都没有 这个评论一出来 我的对家跟黑粉都坐不住了 连夜买通告说 我雇了十几个化妆师 每天凌晨就起床化妆 甚至连那个报改化妆师都出来 明朝暗讽地踩了我一脚 真是一不小心 平时里捅了吸血鬼王子窝了呢 谁看不出来 这就是明晃晃的内涵我 至于他 为什么出来踩我 那是因为 报改化妆师本人就是我的前女友 名叫宋欣然 我俩以前是同一个公司的巴士线小艺人 奈何我们那个时候 都没什么钱 他就一边当演员 一边当化妆师 在给我公司另一个男演员化妆的时候 跟那个男的王八绿豆看对了眼 我被劈腿 成了小丑 当时分手 确实也闹得挺轰轰烈烈的 主要当时我爸妈封锁了我的经纪来源 过生日的时候 我辛辛苦苦攒钱 给他买了个包花了我半年的积蓄 我实在气不过 在地上撒泼打滚 硬是把那个包要回来了 后来我火了 这事也不知道从哪个狗仔那里传了出来 只是没有将女主角公之于众 这事 至今都是我黑粉笑话我的来源 喜欢我的粉丝说我真性情 讨厌我的人说我扣扣唆唆大男人 还那么计较 魏苏 你那个前女友到底怎么回事啊 出轨的也是她 现在内涵你的还是她 经纪人将一个文件夹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了一下封面标题 直击性生活 主要我火了之后 他找我求复合 我没答应 估计怀分在心吧 还好你出道后 也没力什么纯洁无瑕的单身人设 但是这次事情闹得有点大 之前谈下的王岛的那个电影 目前因为你风品有损 人家在没签合同之前 还在考虑要不要换人 娱乐圈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当年我出道的时候 黑通稿比这多多了 但是这个王岛是我 一直想合作的对象 确实是有些棘手了 这次报改事件 这个综艺的本子 递到了我的手里 也没什么剧本 主要就是跟踪拍摄你的日常生活 不经过剪辑直接播出 我感觉可以接 你怎么想 接 一周过后 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节目 常驻嘉宾的名单上 位素上综艺的次数 简直屈直可数 这次居然上这么隐私的综艺 某人粉丝 看来你可真的急了 据说因为报改事件 有大导演在考虑 要不要签位素 楼上圈内人 网上一片腥风血雨 但我丝毫不担心 毕竟我这张脸 确实是实打实亲爹亲妈给的 节目很快就开播了 我上综艺的次数 确实还挺少的 零了不免有些紧张 工作人员在我租的房子里 360度无死角 布置好摄像头后 我连抠鼻屎都不敢 开拍的第一天早上 我是被我家猫的屁味熏醒的 呦 我赶紧将罪魁祸首 从我的脑袋顶上推了下去 养猫人真的能感同身受 长着那么可爱的一张脸 为什么放屁会这么臭啊 笑死了 位素的小短腿猫 本来就长得呆呆的 谁看到小猫咪被推醒 那一瞬间的迷茫啊 位素你没有心 啊 哥哥哪怕顶着鸡窝头 也那么帅 谁早上起床 眼屎都没啊 位素眼的吧 起床之后 我本来想装一下 去给自己烤个面包 冲个咖啡 但是是碳水怪我本人 真的一点都装不了 几个外卖到了之后 我开始猛吃 吃得太高兴 一时之间 忘了摄像头的存在 打了一个无比震天响的大嗝 吃饱之后 晕碳水了 我又再次睡了过去 哥 求求你了 别演我 还好我为个 没营销过自律人设 要不我们粉丝 今天连得丢死 作为演员 一点都不注重 自己的形象管理吗 我这一天 也就看剧本 打游戏 撸猫睡觉 非常平淡的一天 但是因为平日里 很少直播上综艺 所以许多粉丝和路人 也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节目播出第一天 确实没人说我颜值的问题了 但是又引来了 说我整容的传闻 甚至还有自称 整容医院的医生 分析我到底哪里动了刀子 要不是我真的没整过 我都信了这分析了 说的简直太偷偷使道 没想到我那前女友宋欣然 居然直接网上开大 直接转了那个整容医生的视频 配闻道 谈过 原先长得丑 分了 警号位宿整容 警号位宿丑 警号位宿前女友 警号位宿抠门等词条 再次冲上热搜 化妆师前女友 加整容医生双重 debuff 这下好了 全网沸腾 工作室紧急召开会议 工作人员分为两大派 一个是针对每一条质疑 一条条解释 另一个是觉得 放任不管即可 想办法买别的热搜 把我的热搜冲下去 而我正在面对 我姐的电话审判 位宿 你的眼光到底是有多差 你下次节目 我找我姐妹 给你撑场子 这姑奶奶又要整活了 怎么称 你们去假相亲 姐 我是个男演员 优质单身男演员 你让我对着我的粉丝 直播相亲 这不是贴脸开大吗 我的经纪人 突然出现在我旁边 我觉得未兰姐 说的有道理 我白了她一眼 怎么哪儿哪儿 都有你的事 市场上现在各种 相亲文小短句 火得一塌糊涂 而且 人人都喜欢看拉彩打脸 你前女友 既然连脸也不要了 那你也不用再给人家脸 让未兰姐 给你找个超优质的 相亲对象 还是你经纪人上道 节目第二次播出前 我家来了三个造型师 我姐在旁边亲自监督 势必要大战一场 所以 跟我相亲的人 到底是谁 我去年拿最佳男配 走红毯阵仗 都没这么大 我姐饶有意味地 看了我一眼 保密 节目正式开播 刚好就是 我在化妆的样子 我哥好伟大的一张脸 整容脸也是怪拼的 笑死了 你哥就算整 都没这么高的美商 楼上这是变相承认了吧 粉丝承不承认重要吗 人家的网红化妆师前女友 都承认了 节目组可高兴坏了 节目热度直冲 同时间段的第一 都不用他们引导 评论区就吵得一片 不可开交 今天 带大家一起 跟我去相对亲 我这一句话 直接干爆了 多家平台的热索 这歌疯了吧 玩这么大吗 我现在 只希望他相亲对象 别是个男的 我真怕他被刺激之下 当场出柜 我没在意 评论跟弹幕 都在说什么 这是我人生 三十年来第一次相亲 虽然是假的 但我还是很紧张 驱车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是蔚兰公司旗下的 一个会员制茶馆 主要就是提供给一些 商业大佬 谈生意的地方 我照着蔚兰给的 房间号走了进去 发现已经有人 背对着我在等待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 还没到点 还好没迟到 不好意思 是我来晚了 对面的抹亮丽 高挑的身影 站了起来 面朝我微笑了一下 我心脏猛然骤停了一瞬 顺月 齐顺月 是我从高中时期 就暗恋着的人 此等神言 这该不会是哪个公司 即将出道的演员爱斗吧 赞同楼上 十有八九没跑了 齐顺月对我甜甜一笑 好久不见啊 平时善言的 我居然一时之间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这是距离我去国外后 我们第一次见面吧 整整十二年了 我姐蔚兰 从小是个霸道的性子 我俩不像是姐弟关系 完全就是女王跟她的仆人 而齐家是我们家的邻居 我自出生起 就是齐顺月 冲当我姐的角色 其实她也就比我 大不到一岁 从高中时期起 我变得叛逆 不想让人管着我 更不想让她当我姐 我那个时候 不懂这种情绪跟感情 后来她一家都搬到国外了 我的暗恋 也就不了了之 哎 我那无疾而终的初恋啊 是的 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 十二年 原来她也记得 Vocal 青梅竹马 太好磕了 服了 假不假啊 这纯纯剧本 有这种青梅竹马 为什么还会跟宋星染谈啊 楼上 我们冉冉怎么你了 画匣子逐渐打开 它还是同以前那样 温柔有趣 是女神那般的存在 去年你获奖的那部电影 《微情》 我特别喜欢 那是我获得最佳男配的电影 齐顺岳从小就非常喜欢艺术 文学 我记得大学时候 读的也是古典文学鉴赏 能够受到你的喜欢我非常荣幸 家人们谁懂啊 我也好想跟温素这样的人相亲啊 哎 楼上 醒醒 不知不觉间 我们两个的关系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我甚至都忘记了 这是一场我姐安排的嫁相亲 对啊 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不由得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 苦笑了一下 齐顺岳提出 想去外面走一走 这附近有一处私人花园 我想着 不会引起混乱 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人间四月天 花园里的樱花开得正盛放 微风起 花瓣落到了齐顺岳的发尖 我抬手为它扶去 阴吹雪般的场景 如梦似幻 这纯天然的糖不比工业糖金好磕多了 非常同意 紧接着 我就看到了一群人 在这梦幻的场景中 喧闹地进行化妆暴改 宋欣然也在其中 对面显然也非常惊讶 毕竟我跟宋欣然 可是最近八卦话题的源头 节目组虽然想要热读 但是也不敢搞事 导演示意我赶紧离开 我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大大方方向那边的团队打招呼 好久不见啊 前女友 宋欣然正在化妆的手抖了一下 眼线都画歪了 我今天就要让宋欣然清楚 互联网可不是法外之地 我去我去我去 魏苏这是直接开大 太勇了吧 我觉得这一幕绝对可以评选娱乐圈 十大历史性画面 魏苏可是个演员啊 演员最会装模作样了 宋欣然以前也是演员啊 他战里的话 他不应该那么举促 齐顺月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阿苏 你前女友 阿姨跟你姐 都没有给你把把关吗 那会儿跟我爸妈闹别扭呢 他们压根不知道 我谈了个女朋友 我跟宋欣然认识的时间很长 但谈恋爱的时间 大概也就三个月吧 她一开始 其实是一个特别上进的女孩子 哪怕是我们两个人 在影视城门口 吃着15块钱的群演盒饭 也特别开心 从不沮丧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的化妆技术越来越精进 很多所谓名媛找她去化妆 她受到了圈子里 一些不太正确思想的影响 我并不会阻止 她奔向更好的生活 但是被劈推我确实无法接受 沉寂几年后 本以为我会就此退出娱乐圈 回去继承家业 但是一个电影的面试通过 我靠着有角色魅力的配角火了一把 自此 星途坦荡 而宋欣然私下求复合 我拒绝了 我甚至觉得 分手把包要回来的这件事 就是她透露出去的 不过我当时并没计较罢了 如今 她是一个网红化妆师 距离她当初的梦想天差地别 只能说人各有命吧 宋欣然此时不敢跟我对视 她知道自己理亏 她身边站着的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工作者 反而出来替她说话 是男人的话就有点风堵 别在公共场合就到处喊人家前女友 我唇角微微勾起 那她也可以叫我前夫哥呀 你说是吧 费洋洋 对面那男的瞬间气得脸红脖子粗 这就是我经纪人不给我接综艺的原因 嘴皮子太浅 我现在都能想象的 到她扶我摇头的场景 旁边的奇顺月甚至笑出了声 我不打算跟他们再继续牵扯下去 今天可是我跟顺月的假相亲 四舍五入 那不等于我俩约会了呀 我提起了右手的手臂 形成了一个夹角 而其顺月也很配合地挽上了我的手臂 本圈内人士出来激情发言 宋欣然曾经是某个胡乎的公开扫子 我去扒了一下时间线 要么就是她无缝衔接 要么就是她劈腿 反正这两种说出去都不太好听 今天直播结束后 我们工作室看了一下整体的风向 总体向好 但是整容这点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澄清 卫素 你介不介意透露一些隐私信息 我知道你家庭情况比较特殊 但是如果不把整容脸这件事澄清的话 很多大导的细腻可能就不太有机会 我想了想 我需要问一下我爸妈还有我姐 我播了个视频出去 没想到对面秒接 哎呀宝宝 你今天跟月月的直播我都追了 浪漫呗 我直接是当着经纪人的面外放的 我明显看到了她憋笑的表情 我眼睛对着她使劲瞪了一下 妈我都三十了 你能不能别叫我宝宝了呀 你就算是八十了 你也是妈妈的宝宝啊 这一句话直接把我给噎住 好了妈跟你聊个正事 就是这个节目能不能去咱们家拍一起啊 网上现在对我相貌评论的风向不是很好 经纪人觉得只要看你跟我爸的脸 整容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 哎呀 什么时候啊 妈妈好久都没有上电视了 我得提前去美容院做一下保养 我无奈叹息 亲爱的妈妈 你已经非常beautiful了 你帮我问一下老爸后 给我回复啊 挂了电话后 经纪人终于再也忍不住笑 哈哈哈哈哈哈 你跟阿姨平时在家都是这么相处的吗 我服饿 把你那开水壶一般的笑容给我收一收 老爸同意后 跟节目组商定 很快就去到了我家拍摄 整个节目制作组的人到我家后 全部瞪大了眼睛 魏宿老师 这真的是您家 而不是城堡吗 顶多算个大别墅 城堡可夸张了 机器架好后 直播开始 据说 今天失去魏宿家 我从半个小时前 就开始蹲点了 魏宿的家庭背景信息 一直都还挺神秘的 反正这么多年 网上是一点都没爆料出来啊 今天 就能见分晓了 整容哥的一家 是不是也都是整容怪啊 楼上有病就去治 映入眼帘的 就是出来开门的我妈 岁月仿佛格外优待了这位女性 就连脸上为数不多的皱纹 也是恰到好处 轻而易举 就能看出来的中外混血的面庞 更让她多了一丝抑郁的风情 哎呀 宝宝 你终于回来了 评论炸了 魏宿 我有一个不合理的请求 能让你妈妈来我家当我妈妈吗 没有人反应过来 我妈叫我宝宝 完全沉浸在了我妈的美貌中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那就带大家稍微参观一下我家吧 说是稍微参观 但这也差不多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妈还在一旁生动讲解 我妈是重力混血 年轻读书的时候 还参加过当地的选美比赛 成功进入前三甲 也拍过很多广告 海报封面 当年在欧洲那边 是个很有名气的模特 我认出来了 我搞自媒体的 魏宿妈妈 就是欧洲模特历史上 昙花一现的那位 据说是嫁给了一位商界大佬后退圈的 评论区不少人都认出了我妈 顺便猜出了 我爸是谁 我家是搞跨国贸易的 马马虎虎排得上全国前五吧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被墙头被刺的前半生 居然能粉上真金圈太子爷 妈妈看了一下评论 很高兴大家能认出他 哎呀 人老了 没想到还能有这么多宝宝能认出我 也谢谢大家喜欢我家的宝宝 妈 我互联网唯一的妈 我就是你的宝宝 我妈看着我笑了笑 大家真的好热情啊 我儿子能被这么多人喜欢 可真好 我对着这样的妈妈 也不自觉笑了 当初跟我爸志祺去学表演的时候 就是妈妈一直支持着我 还有我姐 明明就是想当个混吃等死的米虫 却因为我想去娱乐圈发展 二话不说 转到了国际贸易专业 说曹操曹操道 我姐就这么大咧咧 出现在了镜头里 谢谢各位粉丝喜欢我的臭老弟 今天高兴 评论区抽个饱子 送个沙特半月游吧 吃住路费全包 这好像就是我姐最近在跟进的项目 我今天就站在这里 谁再敢说 位素整容 我跟他们拼了 谁也不能造谣我 一父一母一姐的亲兄弟 没想到我出道这么多年 终于靠上了家里吃饭 我爸也就在吃饭的时候 露了个脸 同样 中俄混血特征也非常明显 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我爸一直都不同意我演戏 第一次态度松动 是我用自己的片酬 给他买了一个保温杯的时候 看他们一家子吃饭 简直就是视觉盛宴 不排除这一家都整容的嫌疑 楼上是出来反访的吧 我看了看评论 风向已经转变 偶尔有几个黑粉出来跳脚 也无伤大雅 看来是时候 向那个整容医生提出起诉了 直播结束 我跟我姐摊在了沙发上 双排打游戏 诶 你跟睡觉后续有联系没 我手下放了一个大 nice 人头拿到了 你安排的嫁相亲 能有什么后续啊 他那么好的条件哪 还轮得上我 你现在也是炙手可热的男明星啊 有点信心好吗 诶诶快来帮我 打野偷袭我 我手下动作一点没停 娱乐圈水太深了 我哪怕只是单纯的喜欢他 对他可能都是一种困扰 我姐神秘一笑 告诉你个秘密 别搞这么神秘 赶紧说 你手下别停啊 推他推他 假相亲那个事儿 我发了个朋友圈 睡觉是第一个 找我私聊报名的 屏幕上显示出胜利两个大字 我直接一个鲤鱼打挺 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诶诶 你去哪儿 去隔壁敲齐睡觉家的大门 我看到了齐睡觉的脸之后 才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干了什么蠢事 卫素 你都三十了 怎么做事儿 还跟个矛头小子似的 阿素 有事儿吗 暗恋了那么多年的人近在眼前 脑中的一个小人告诉我要抓住机会 另一个又在说 算了吧 你俩不可能的 我的新电影下周上映 可以请你一起去看电影吗 对面的齐顺月也愣了一下 随即绽放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我的荣幸 回家的路上 我感觉我的脚下都是飘着的 经纪人发来消息 阿素 看我给你发的链接 宋欣染开直播了 我点进去 听到了宋欣染梨花带雨 对我妈妈的控诉 当年就是魏彻的妈妈找到我 跟我说我这辈子都高攀不上魏彻 高攀不上魏家 还说 我是想要变成凤凰的野鸡 我虽然是个普通人 但我还是有自尊的 后来就跟魏彻提了分手 但我当初真的很爱她 看到这里 我直接退出了直播 且不说 我妈根本就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而且劈腿的事情 她是一句不提啊 紧接着 我给经纪人打电话 让大家在一起开个会吧 对了 给大家发个数额大典的红包 最近 因为这档子是 大家加班都辛苦了 工作人员给我打印出来了 宋欣染直播的大概内容 哼 我看完之后 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简直就是细数我的失踪罪啊 居然连我不洗袜子 这事都说出来了 那是因为我穿的都是一次性袜子好吗 其中哪些事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这次事情闹得挺大了 我们工作室得 针对每条做出回应 我妈压根不认识宋欣染 是宋欣染先劈腿的 不洗袜子是真的 但我穿的是一次性袜子 把包要回来是真的 那会儿 我爸给我卡停了 这个包花了我攒了半年的钱 不想便宜了它 其余都是添油加醋 半真半假 这种也是最难澄清的 经纪人一推眼睛可以开始收集证据 准备起诉了 目前已经有没签下来的本子 间接提出拒绝未诉参演了 商业价值严重被损耗 我怕接下来就是商业广告 代言人被撤 大家努力吧 毕竟我如果真的被行业封杀了 就要回去继承家产了 如果对国际贸易感兴趣的 到时候非常欢迎啊 紧张的氛围瞬间轻松了下来 但是我是装的 毕竟老板不能显得太焦虑 会把这种情绪带给工作室的所有人 后续工作会更不好进行下去 新电影的路演开始 在第一场我被人扔了臭鸡蛋之后 后面的路演我都没有参加 如果光是我被骂那一点问题都没 但是不少人去跟风骂我的家人 这是让我最无法容忍的 我让我姐盯着我妈 最近少让她上网 我姐倒是看得起劲 笑话我是个人人喊打的渣男 就在此时 我的手机出现了特别关注的提示音 编剧一瞬间 at演员未素 再谈 很甜 网友直接扒出来了一瞬间 就是齐顺岳的马甲 我刚想打电话质问齐顺岳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 她是为了帮我 但我真的心疼她 在这个腥风血雨的时刻 她会被无数狗仔 我的黑粉 还有凑热闹的网友公鸡 我只得给齐顺岳发了的消息 这位小姐 我还没有开始追你呢 这位先生 所以明天记得来接我一起去看电影哦 直击新生活 节目组立刻联系我 问我能不能邀请编剧 一瞬间参加节目直播 我为了一下齐顺岳的意见 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你是女超人吗 为什么每次都在我最无错的时候 出现帮助我 我自顾自的嘀咕了一句 小时候长得比较瘦弱 相貌还跟普通小孩长得不太一样 就受到了同班同学的欺负 齐睡月二话不说 揍了对方一顿 她看着一副乖乖女的样子 谁能看得出来是学台全道的呢 叛逆期跟我姐顶嘴被揍了一顿 也是她一直陪着我 给我抹药 她是第一个支持我学表演的人 她说 那她以后就当编剧 我们顶峰相遇 回忆的碎片逐渐清晰 我突然意识到了 原来她是喜欢我的吗 我直接一个电话 拨过去 你当年为什么拒绝了我的告白 对面的齐睡月有点猛猛的 你什么时候跟我告白了 这一下轮到我着急了 我当初说不想让你当我姐 结果对面更急 你不是因为讨厌我才这样说的吗 我躺在床上诗然地笑了 我们居然错过了那么多年 直击新生活 最后一期 我跟齐睡月一起去看了电影 逛了街 去买了纪念我们在一起的对见 都这个时候了 也不知道这个渣男到底在演什么 一瞬间是个恋爱脑吧 都这样了 还跟他在一起 演的吧 目的就是为了给渣男洗白 他看到爱某是走不动道了 我要一个包 我非常确定 他就是故意的 我的小姑奶奶 我都对包有PTSD了 他赖在这里不走了 跟个问妈妈要玩具的小孩似的 但是我却觉得 太异常地可爱 你前女友都有 我也要 算了 为了红女朋友 我这个脸不要也罢 那我不都抢回来了吗 你堂堂为大公子 一个包你还那么抠门吗 我叹了口气 察觉了他的意图 那个时候 我家里不让我去演戏 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那包是我省吃俭用半年攒出来的钱买的 送出去的第二天 男小三直接上门挑衅 甚至在 我跟宋欣染租的房间里 留了个杜某斯 用剩下的包装 杜某斯打钱 他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那不是像宋欣染说的那样 是你妈妈比你们分手的吗 我妈跟我爸那会儿 正在马尔代夫过结婚纪念日呢 这种事情 在网上一搜就搜出来了 果然很快有网友在评论区 贴出了相关链接 齐顺月摸了摸我的脑袋 可怜的孩子啊 戴了绿帽子 还把钱送出去了 我抢回来了 哈哈哈哈 这个笑死我了 绿帽子什么的 一点也不重要 钱才最重要 找到了我跟少爷最大的共同点 都被戴过绿帽子 同情楼上 不是 这俩人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 有人直接扒了一下 宋欣染各个社交软件的痕迹 疑似宋欣染小号的账号中 有一条非常醒目 正是我送宋欣染包的那个日子 终于收到了这个 我梦寐以求的包 据说还要配货 刚好过几天去提分手 这一下不铁证如山了 说我哥是渣男的人 你们打脸不打脸 魏素也是个男人 这么多年传了那么久的抢包事件 他居然一声不吭 要不是宋欣染出来作妖 他能瞒一辈子 他报改的每一个人都神似未俗 这难道不是 另一种婉婉类青吗 工作室正是向宋欣染发了律师函 起诉缘由不是侵犯名誉权 而是造谣 宋欣染在各大软件给我道歉 我一个都没打理 没想到 却在我家门前 看到了宋欣染 她化了一个淡妆 而且穿着在这个季节 显得过于清凉了些 魏素 我本来就是想借着报改这件事 当到网红赚点钱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说着她就要贴上来 我赶紧拉开了距离 当你决定用我的名号牟利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清楚所有的后果 能不能看在 我们曾经相爱过的情分上 放我一马 我笑了 你也没看在我们曾经相爱过的份上 不造我的谣啊 我是演戏的 又不是放马的 转身准备开门回家 她直接向我下跪 抱着我的腿 胸部蹭着我的外裤 求你了 求求你魏素 直觉告诉我 她的表演成分太严重了 我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 您好 有人私闯民宅 地址是 我还没说完 宋欣然就跑了 回到家 我发现了无数人 给我发了一个直播链接 原来是宋欣然 把刚才的一切都直播了出来 难得难得 very good 宋欣然这种做法 也太没品了吧 穷途陌路了 我单方面宣布 魏素是娱乐圈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不过宋欣然这操作 还真是丑太惊险啊 三年后 最佳男主角颁奖现场 让我们恭喜魏素 凭借 灿烂 荣获本届最佳男主角 我整理了一下领子 自信从容上台领奖 可能有些人质疑我 是靠着剧本加成 才能获得这个奖项 但是 这是我跟 顺月年少时期的梦想 我当演员 而他 为我量身打造一部剧本 我们顶风相见 镜头切到了所在的地方 我深呼一口气 如今事业的梦想实现了 不知道奇睡月小姐 能不能帮我完成 人生的另一个梦想 主持人的脸 已经笑出花了 这件事 我们提前有对过台词 哦 不知道我们魏影帝 还有什么梦想没实现呢 奇睡月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但我看得出来 那是因为喜悦流下的泪水 甚至都还没有等话筒 递到她手里 她双手做喇叭状 我愿意 但是魏宿 哎 盛大的婚礼 钻戒 还有包 一个都不能少 一时间 颁奖礼的直播 突然热闹了起来 哈哈哈哈 魏宿这跟包 过不去的一生啊 我愿意强好多了 你们只能看到 我愿意强好多了 我们很想看看 我们能够 个人的灰热闹 我们不太赶线